我有自己的黄金角度 偏偏高一点点的45度吧 我曾经试过那种美图 美完之后就特别失真 然后我就觉得 别人一看了这样就没有办法看我本人 就觉得这修完之后太美了 秦岚这两个月光临上海最多的明星 跑了时装中站了时尚台 工作积极性会掉到了最高 原因就是自己的心系上当了 比如说我第一集有18套衣服 就是有的时候还没过足引已经要换下一套了 然后我经常会说那套很好看 能不能再多穿 没时间了后面还有好多衣服 所以就感觉真的像在时装表演 在时装秀一样 在戏里时装秀还不过瘾 生活中的秦岚照样要翻花头 去年连玩美国西部半个月 疯狂购物再加上吃喝玩乐 简直就能出攻略了 它有那种海边的小屋 很有意思的 各式各样的 你在网上先去订房间 因为你如果不订的话 到了那儿可能会没有房了 然后你就可以日出日落都看着大海 然后下了小木屋小楼 出去就是海滩 然后你会觉得那儿很舒服 然后即便是在桑桃莫尼卡这样的地方 还是有购物中心 当你一天已经买了很多东西 大包小包的时候 你很想去吃一顿好的 Family Hill那一片 就有一家很著名的是越南菜 超级好吃 到现在我还记得它那个拌面的味道 特别棒 一定要去试一下 那下次不如跟着秦岚去旅游吧 那还要看着我